大家好我是Paul 周圍道周圍文維基督 我一直很喜歡俠客歐尼的這個演員 差點講演員靠北 他也是啦 他是非常斜槓的一個人 球評 然後以前是球星 NBA全明星隊 然後進入名燈堂的球員 然後現在在當球評名嘴這樣子 好 所以Shack Shacky O'Neal 如果你已經不認識他的話 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 不過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他還蠻活躍的 另外一個我今天等一下要講的人 你可能還真的不認識 要是你年紀小一點點的話 Again如果你不認識 我也會非常的覺得遺憾 講到再說 所以這個新聞說的是 Gorillas are afraid of Shack Gorillas是什麼 好我們很快就看一下 今天介紹幾種動物 都是林長類的動物 都屬於Primates 順便說一下這個字 叫林長類Primates 好 什麼林長類的動物呢 第一個就是Gorilla 這個Gorilla翻譯成大猩猩 長的就是這樣子 真的是超大隻的那一種 看了你就覺得靠北 那個大金剛好像就以這個為原型 那有另外一些動物 我們也順便講一下一下 就林長類的 就你有沒有看到星球崛起的電影 那裡面就不是這一種 這個你把它翻譯成大金剛 我覺得大家都說得過去 它真的就是那種金剛型的那種林長類 另外那種星球崛起的那一種 我們叫它Chimp Chimpanzee 這個中文翻譯好像叫做黑猩猩 好所以這兩個讓你知道一下 還有一種也是蠻大隻的 叫做紅毛猩猩 那個你大概就更清楚了 那個叫做Orangotang 就是明星剛講的 它有另外一個字 發音基本上跟它一樣 因為check過KK音標 長得是一樣的 也叫做Gorilla 那這個的意思拼法不一樣 所以剛剛的大猩猩是G-O-R-I-L-L-A 那另外這個Gorilla是G-U-E-R-R-I-L-L-A 那它的意思是游擊隊 游擊隊就像說今天有一個什麼 我們講說那個叫什麼地方來炸 那個切格瓦拉那個傢伙 還記得吧 他就在那個南美洲是不是 哪個國家我都往古巴啦 古巴然後他就變成了游擊隊 然後跟政府作對什麼這些的 這個片面知道的歷史不要講太多 講太多就洩氣了 來我們再看下去 所以這裡說的是Gorillas 他們怕shack 為什麼 又不是生活在一起的東西 有什麼好怕的 原來是因為這樣往下看 So Shaquille O'Neal says Gorillas always freak out when he is near and that they want to fight him 所以每次他去動物園的時候 他看到Gorilla Gorilla都會freak out freak out的意思就是 所以Gorilla看到他會怕 當他走近的時候 而且這Gorilla會想跟他打架 那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應該是很熟動物的人 叫做Ron McGill 還是Magill 後面這個信不知道怎麼拼 但不管了 所以他confirmed they are intimidated by Shaq's large size 他們對於這個 Shaq的這個很大致 因為他200多公分 然後300多磅 所以這個Gorilla看到他 而且我很不好意思說他黑人 然後Gorilla也是黑的 如果今天做的是英文 真的是全英文頻道的話 我這邊大概就已經會被人家幹掉了 反正他們程度上長得像 所以他們會被Shaq的large size 感到intimidated 這個intimidated就是 感到背感威脅的概念 intimidation they feel threatened basically by Shaq's large size 我們講到這裡 馬上就要來講一個 我覺得很值得補充的東西 先給你看Shaq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真的對他沒概念的話 Here we go Shaq 那我要講的東西是 你以為他這樣就很高嗎 他當然很高啊 你看他這個size 你知道他左邊這個 你認識出來是誰吧 你想像一下 巨石強身高不高 你會覺得高啊 在那個完命關頭 對完命關頭裡面 沒有人比他高 他是完命關頭最高的家伙對不對 那個vindisor比較矮 可是你看這四個人站在一起 這個人叫做Charles Barkley 也是名人堂球員 Shaq比這個巨石強身 大了大概不只一號而已吧 高他一個頭耶 好 所以Shaq毫無疑問的很大一隻 但是 所謂的高還有更高 有沒有比Shaq還要高 當然有 馬上你看另外一張照片 boom kick ass OK Shaq變成小baby了 左邊真的是誰 你認得出來嗎 我相信很多國中以下的同學 大概認不出來了 他就在姚明 中國長城 所以一筆之下 Shaq輸了你看 所以高還有更高 好我們不是要講這個東西而已 因為我畢竟是要教英文的 我不是只想給你看說 See? 姚明 is taller than Shaq That's not the point of this channel 我要說的是 剛剛講那句 你看有所謂的高 可是還有更高 我們中文很容易講出像這樣的一段話 然後把裡面一些詞替換掉 所謂的好吃 可是有所謂的更好吃 對不對 這個女生很漂亮 可是所謂的漂亮 但是總會有更漂亮 你可以把裡面的形容詞換掉 那英文這樣要怎麼說 有人很高 但還有人更高 你看到這個更高 你心裡面就會覺得是 那不就用比較幾就好了嗎 所以我這邊就是兩個句子 There is tall and there is taller 哪一句話才是正確的英文的expression呢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同學都會選第一個 因為就是更高的比較極的概念 So there is tall and there is taller There is somebody who is tall And there is somebody who is even taller See that makes sense 好但是我現在跟你說的是 這是錯的 下面這個才是對的 There is tall and there is tall 這個句子最常看到的 不是用tow這個形容詞 而是用fresh這個形容詞 我們有所謂的新鮮 可是有所謂的真正的新鮮 你跟我說我今天吃這個蝦子好新鮮 石門水庫來的 然後你住在內湖 這樣才不新鮮呢 你要石門水庫旁邊吃才是新鮮 大概這樣懂我意思 所以這句話就叫做 There is fresh and there is fresh 有時候你會聽到人家這樣 比較浮誇的口氣 把第二個fresh講得更浮誇一點點 是用這樣子來處理的 可是文法上來說下面這個才的確是對的 沒有錯 OK 好所以這個算是我們影片標題裡面這個解釋 所以說有人高 可是有人更高 那個更高的部分是不需要比較記得 好我們把那個剛剛的那個報道 再給他看下去一下下 好所以這個剛剛那個動員的傢伙就說 The male gorilla eventually backs down Because he knows whose boss 所以這些雄性的 gorilla 看到Shack想要跟他fight 但是後來慢慢都會back down 就會退下去了 因為他們知道誰才是老大 Shack才是老大 說真的Shack身高上來說 一定是可以幹掉這些gorilla的 不過如果真打起來的話 Shack是死定的 那個gorilla牙齒多利啊 嚇死了 好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的話 我這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Thrag and Imptim 剛剛看過 contemplate這個字好了 Yes OK contemplate Yes 好所以這個conversation講到的是 為什麼他們會講到 因為事實上這篇新聞是來自一個podcast 那這個podcast就聊到Shack的動物園經驗 那怎麼會聊到這個呢 因為Shack現在在考慮著 到底要不要讓他的頭髮長回來 因為他們很多黑人 或者應該講很多NBA球員吧 都是光頭 那光頭是個選擇 那他並不是沒頭髮 所以他想要把他頭髮長回來 而那個讓頭髮長回來的那個概念 因為我要怎麼說 所以這邊已經有了 可是我不想要先透露給你看 要是你 你看我們中文講說 我留長話或留鬍子對不對 留的英文怎麼講 難道是stay嗎 不是stay 留下來 難道會是leave嗎 不是 好所以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grow OK 我想留個鬍子 I'm going to grow a beard I'm going to grow a mustache Mustache是上面 Beard是下面的 所以我們用的動詞是grow OK 好 所以他正在考慮著 要不要讓他的頭髮長回來 那他開玩笑的是 要是他長回來的話 他就變成是 那個silverback的gorilla了 所以有一種gorilla 聽說 也不是有一種 聽說這種gorilla老了以後 他們背後的毛都是銀色的 就也是灰白的這樣子 所以他們叫它silverback 所以他在開玩笑說 如果他讓他灰髮長出來的話 他會變成一隻silverback gorilla 好 然後他在考慮要留頭髮 那個考慮的英文詞 就叫做contemplate OK so think about something ponder 大家都可以有 甚至有像sleep on something OK If you sleep on something 不是你睡在什麼東西上面 而是你去經過一整夜的思考 思考這件事情要不要做 例如說我offer你500萬買你的公司 讓你說讓我想一想 我當然可以說let me think about it I'll consider it 或者我可以說let me sleep on it OK I'll tell you next week 之類的 好所以sleep on something 有的時候是思考 不是睡覺 Alright 所以這裡沒問題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 這也是一個很英文的 現實英文用的用法 但事實上我在寫作上不少看到 所以shack這裡說了 true story 我跟你講這真的 I've been to every zoo in the world and every time I go to the gorilla section they look at me like hey man where your fur at 所以他去過世界上所有的動物園 每次他去到那個剛剛講的大猩猩的區域的時候 這些大猩猩就看著我 然後心裡想著hey man 你的毛哪裡去了 so where your fur at 這不是個文法嚴謹的句子 but who cares so where is your fur at 那這個at是外國人在講口語的英文的時候很常加的一個介系詞 事實上是不需要 像我如果今天跟你講電話 我會說你現在在哪 我當然可以單純的問說hey where are you 就好了 可是外國人卻很喜歡加個at在後面 所以會變成hey where you at where you at 加一個at在後面 所以這個你就知道一下就好了 這是口語的英文 事實上寫作是不需要的 所以他強調for real for real this is real this is how they look at me 他們就這樣子看著我 hey where your fur at 那fur剛講是毛皮這樣子 所以他們還會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hey they also look at me like what am I doing in here and you out there and they always go crazy when they see me 所以另外一個星星的動作就是 我怎麼在這裡 你為什麼在外面 怎麼這麼不公平這樣 so what am I doing in here and you're out there 所以他自己在想像他跟星星的對話就是 所以shack可能很可怕 71然後325磅 325磅很可怕這個數字真的是 好沒問題 呃再講最後一個好了 最後一個這個片語 呃呀 他剛在講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傢伙的名字 我剛念不太出來 那我這裡給你看一下他的照片 或許也不重要 因為我也覺得你認不出來 因為我也沒認出這個人 總之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動物明星就是 好就長這個樣子 ok這傢伙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像魔術師不像有種動物的 但總之他本身也是個明星 ok 所以這邊強調 shack who is 7 feet 1 325 pounds then called the animal expert Ron Maggio 所以他打電話給剛剛這個叫做Ron的傢伙 好然後他就說了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行星 he's a zookeeper to the stars and he's a celebrity in his own right 這就是我最後講的一個片語 so in his own right 這個片語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是 他本身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權利 憑自己的資格 就已經是什麼什麼東西了 so somebody is a something in his own right in her own right 所以這個片語知道一下下 所以什麼自己填進去 in his or her own right in their own right也可以 好到這裡差不多了 所以這邊希望你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任何跟NBA球員有關的新聞 我都覺得蠻有趣的 ok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